你叫美女, 你叫佳瑟, 怎樣? 我不叫美女, 我叫美玉 美玉害過大王, 你不能叫美玉 即使不叫美玉, 大王都認出我的 我叫美玉, 我叫美玉 到那時候, 大王就已經離不開你了 你呢? 你喜不喜歡佳瑟這個名字? 既然這位姐姐叫美女, 我就叫佳女 這樣更像兩姐妹 佳女? 好, 那你就叫佳女吧 冠川先生, 我們什麼時候入宮? 就這幾天 冠川先生 今晚...你留下吧, 好嗎? 美玉姑娘, 我不是不想留下的 我是怕我一留下, 就離不開你了 這樣, 就用了我的大事了 冠川先生, 你們的男人 把你們的大事看得下重了 草帽一秋, 人生一世 一個男人一生, 如果做不成幾件大事 就浪費了 一個女人, 如果做不成幾件大事 也浪費了 冠川先生, 我說得對嗎? 沒錯, 你說得很對 你們這次入宮, 就是要辦一件大事 地圖 大王, 你覺得怎麼樣? 多好 公主先生 那位美女 叫美女 這位美女姑娘 太像公主教師的美玉了 大王 你很喜歡美玉 是 終生難忘 但是我聽說 那個美女 愛過大王 這不是她的錯 都是公主教師 迫的所為 大王如此重情 如果美女姑娘 還在生 她一定會對大王 感激靈體 可惜她不在 大王 草民 送來這個美女姑娘 可不可以療好大王的舊情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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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tta 好 好 好 大王, 我可不可以代替尾玉? 以後, 你就叫尾玉如何? 只要大王喜歡, 臣妾叫什麼都無所謂 尾玉 臣妾在 尾玉 尾玉, 我的尾玉 尾玉 沒有 美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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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說什麼? 你還沒分 公子, 你在外面是不是有別的女人? 女人? 沒有, 我真的沒有 那美玉是誰? 美玉? 我... 我... 不認識的, 美玉 你不認識? 不認識你怎麼做夢都叫她的名字? 不是吧? 你聽錯了 官少爺, 你在外面有女人 我不關事 但你必須告訴我 需要我離開 我們馬上離開 夫人 你走開 你聽我說 你走開 好, 我告訴你 你走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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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走開 還有其他辦法,我為大王 密識了兩個美女,其中一個就叫美玉 如果大王能夠喜歡美玉 就對我產生好感,從而會重用我 現在美玉已經入宮很多天了 又不知道大王是不是真的喜歡她 我因為記住這件事,所以才叫她的名字 說得好像真的一樣 夫人,如果我有半句假話,就讓我死 官少爺,你這樣做,你不覺得是人嗎 我也是不得以為之 本來我是想靠周上過 但是為了你,我不得不疏遠她 做不成官就不做了 靠傻女人來做官 你真是太下賤了 你這個無恥之徒 我沒辦法跟你生活下去 我走了,你們走 我走了 你們開心 我無恥 我卑鄙 我下箭 我算得什麽 我要做官 我就要陪著笑臉 我就要奉承他 人家罵我 我就要笑 人家打我 我就要送臉給他 我 為什麽 人家看夢給我 我無所謂 但是你也看不起我 我這樣做都是為了你 如果不是為你 我會和旁邊反面 我會走你齊過受這份罪 公書先生 你為寡人宋慮的美女 寡人非常滿意 寡人打算獎賞你 說吧你需要什麼 只要大王滿意 就是對草民最大的獎賞 好了 你不用不好意思說吧 大王我真是說真心話 掌賞你不單是寡人的意思 亦都是美玉的意思 美玉? 大王 美玉已經不在了 寡人所說的不是公子交屍的美玉 是你送入宮的美女姑娘 寡人已經替我改了名叫做美玉 啊 改得好 改得好 美玉要寡人封你為上大夫 留在寡人身邊 掌管皇宮之事 你認為如何? 大王 草民對宮中的規矩不甚了解 掌管皇宮恐怕難以勝任 啊 這些都是規矩 不懂可以學嗎? 寡人之所以看重你 只是因為你辦事心事 不用寡人言明 便可以看察到寡人的所望 掌管皇宮非常合適 不要再推遲了 大王 對草民如此信任 草民應當盡心為大王效力 小人傳大王之命 明公宣願為上大夫 掌管皇宮之事 嗯? 公宣語是誰啊? 上大夫 是誰來的 我是雙國的門司 還是雙國推薦的呢? 嗯 啊 各位大夫 公宣語才能低微 今後 還望各位大人 多多關照啊 大王今天身體不適 不變上朝 各位大人如果有進言 由公宣語轉告大王 如果沒有進言 各位大人 就請回了 周相國 公宣語進攻 乃齊國之環 你不要一錯再錯啊 來啊 神妾再陪大王喝一半 不喝了 寡人再喝就醉了 神妾就是喜歡大王喝醉 大王醉了 對神妾情更濃 嗯? 是嗎? 大女兒 你呢? 神妾更喜歡大王喝醉 神妾就是擔心大王的身子 好啊 沒有 你看 大女兒多會說話 既然大女兒這麼會說話 那今晚就等大女兒陪大王呢 姐姐 我不是這個意思 我怕大王喝多了 一份份倒了 那姐姐就享樂不了 你知什麼? 大王喝醉 那個王恩才好好當當 真是 那今晚 那今晚姐姐就等你陪下大王 讓你也體會大王醉酒之後的王恩 那可行 那可行 大王喜歡姐姐 你們姐妹兩個寡人都喜歡 今晚 我要你們兩個 一起陪寡人 好 你好 餵酒 你也餵寡人 好 好 是 是 彼此 好 好 好 請 看來,大王今天又不能夠上傳 這兩個美女簡直是妖孽 他們把大王搞到神魂顛倒 多日不理朝政 這樣下去,如何了得? 恩朝被坦棋所冒 周幽王,恩鮑以言 看來齊國將毀在這兩個妖女之手 走吧 湘哥,你是先王的老臣,大王又敬重你 你應該歷姦大王,除去妖女,重整朝政 我曾經歷姦過,但大王不聽 湘哥,聽說這兩個妖女是公孫月送來的,可有此事 湘哥,你不應該歷姦公孫月這樣的人做上大夫 更不應該讓他來總管宮中之事 本上沒有推薦公孫月 公孫月和本上早都沒有來往 這麼說,是據據官位是用兩個妖女換回來的 各位大人,大王今天身體仍然不惜,不能上朝 若有進言,由公孫月轉告 若沒有進言,請各位大人請回 我要入宮,免見大王 哈哈,包大夫,我剛才已經說了,大王身體不惜 你如果有什麼事,由我來轉告 嗯,公孫月大夫,不是以為我們都是傻瓜 哈哈,你這樣說,是什麼意思 沒有什麼意思,我要面見大王 包大夫,你執要見寡人,到底是什麼事 大王知不知道,殷朝是怎麼滅亡的 知道 那大王也一定知道,周幽王是何以喪命的 你問這個做什麼 殷朝是毀在坦紀的手裡 而周幽王是因鮑魚而亡 現在坦紀和鮑魚又纏住了大王 他們就是大王身近修的兩個美女 大王如果被他們的美色所迷 齊過將毀在這兩個妖女之手 你說話太過放肆 是誰 寡人的愛妃 怎麼能夠跟妖女相比 危言聳聽 大王,微臣不是危言聳聽 大王如果不滾走這兩個妖女 齊過一定會滅亡的 大王,包大夫 初衝 妖女一日不走 齊過一日危險 拉下去,象影心 是 拉下去 大王,大王 妖女不脫,齊過危險 走 大王 走 大王 走 大王 大王 大王,大王 大王 美容 你以為我們神妾做主 神妾得罪到包大夫 包大夫為甚麼要除我們神妾 好,好,別哭了 寡人已經重重懲罰了包大夫 大王正是對包大夫處於編形 這樣不能阻止包大夫對我們姐妹的誹謗 嗯 那你們說怎麼辦 殺了包大夫 一向朝中的大夫命時 如果再污衊我們姐妹為妖女 就斬鬚是眾 嗯 這樣太重了吧 不殺他 他們不知道大王很厲害 大王,殺了警白 不殺包大夫 大王沒辦法安寧 大王,他們這些老神 想以我們姐妹為藉口 欺負你年輕 你不殺他們 他們更會欺負你 大王 嗯 好 就按你所說 殺 大王 妖女不除 七哥危險 微臣還有一口氣 都不會放過妖女的 微臣還有一口氣 誰都不會放過妖女的 你們不來找我 我也要去見大王 只要有我田忌在這裡 妖女就別想毀滅齊國 田將軍 有你這句話 我們就放心了 田將軍 齊國就靠你了 哼 如果外地入侵 靠的是田將軍的御敵 但是國內之事 應該由上國 否則 一個國家要上國做什麼 琴先生 上國早就勸過大王 但是大王就是不聽 為什麼不聽 你知道嗎 不知道 琴先生 你不要亂說 將軍 周忌身為上國 不向大王進鑑 他一個好友 勸將軍進鑑 我懷疑他用心不良 不管田忌有什麼用心 向大王進鑑 是為神的職責 將軍 大王已經實聞顛倒 將軍若此前進攻 說話稍有不慎 就會引來殺身之禍 我知道應該怎麼說 什麼事 啊 大王 田將軍求見 全 啊 先田將軍進見 寧臣叩見大王 寧臣叩見大王 田將軍 你是不是勸寡人 驅逐兩位王妃而來的 如果是 就別怪寡人不給情面 寡人已經明示朝中大夫 誰再提起此事 斬首示眾 寧臣不是為此事而來 那就好 坐吧 謝大王 現在朝中有些人 就愛搬龍時飛 拐人收了兩個王妃 但是 他就竟然大驚小怪 詩問天下諸侯 哪一個不是妃笨成群 拐人跟他們比 有不及 而無過之 大王秀王妃 大王秀王妃 但是經常跟王妃 宴飲遊樂而不理朝政 這樣就不對了 這幾天寡人沒有上朝 並不是因為王妃 是因為身體不適 對嗎 實在說 有田將軍 上國主持朝政 寡人一萬個放心 都不想干預得太多 大王 微臣和上國不能代替大王 作為軍王 如果長期不理朝政 就很難控制國家 很多國家多年之後 之所以王不為王 只是這個緣故 更何況 目前齊國 外有偽國威脅 內有公之教師 依托邊城 和大王作對 大王 怎能不親民朝政 好 好 寡人明天上朝 微臣高處 大王 你不是說好了 你說明天帶我們去打獵 怎麼改變主意 寡人明天要上早朝 處理朝政 大王一言九鼎 不可以說話不算 微臣姐姐 我們不要纏著大王 大王明天要上朝 我們自己去打獵 這怎麼行 城外獵場 虎狼出沒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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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去可以 不要去 你們自己去 寡人不放心 大王可以等公孫大夫 和公衛陪著我們 一起去 大王 那也不行 他們 哪個都不夠約束你們 你們 一旦任性起來 那如何好 大王既然知道我們任性 就應該陪著我們 我們就親大王 不去 不去 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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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寡人 一定陪你們去打獵 如果明天 你還要上朝 大王就算不上朝 也有公孫大夫 代言 就和上朝一樣 寡人已經答應了田將軍 如果不上朝 他是大王的神下 大王怎麼能夠被神下左右 他不是一般的神下 他是統帥齊國軍隊的大將軍 寡人還需要他修復鞭城 保衛齊國 大王可以派他的攻打鞭城 這樣的話 他就不會麻煩大王 是啊 這道理不錯 大王有何吩咐 全田的將軍進攻 是 大王照未慎你 是 啊 上午 田將軍一直說 提醒了寡人 寡人不能夠忘記 外患與內亂 寡人命理 立刻率領齊國大軍 前往馬寧 范城 寧憂 收復三座鞭城 大王上一次已經答應了 等孫先生回來 再收復鞭城 今天為何改變主意 孫先生 遲遲不歸 要寡人等到什麼時候 這樣吧 尼師率兵 前往鞭城 等孫先生回來 寡人立刻命他 前往鞭城 大王 我們面對的是強大的魏國軍隊 不會倉促用兵難以取勝 還是等孫先生回來 再作決定為好 呃 田將軍 魏國的軍隊 真是這麼可怕嗎 哼 不是魏國軍隊可怕 是魏國的奸勢可怕 他們無恐不入 防不勝防 哼哼 無能之輩 才把自己的失敗 歸於他人 哈哈哈哈 公孫大夫說得對 但是不完全 無能之輩 不單把失敗歸咎於別人 還使用那些 不見得人的下賤計謀 來挽回自己的失敗 田長軍 計謀不分高下 只要能夠取勝 就是常賊 你們說的什麼 寡人一點都聽不明白 大王以後會明白的 大王 田將軍說 我是魏國的奸勢 哈哈哈哈 田將軍 你不了解公孫大夫 周上國了解他了 他的夫人差點被旁捐殺害 他和旁捐有不共大天之仇 怎麼能夠是魏國的奸勢呢 大王 我沒有說他是奸勢 是他自己說的 好啦 沒有說就好 公孫兒 對寡人是忠心耿耿 任何人都不應該懷疑他 是不是奸勢 到時自有功斷 田將軍 寡人知道你和周上國長期不和 周上國做的一些事 亦的確是對你不住 但是事情都已經過去了 上國都認了錯 你就不應該再忌恨周上國了 更不應該將周上國的怨恨 忌在公孫大夫身上 大王 周上國對公孫月的所作所為 亦都非常不滿 上午微臣進見大王 就是受周上國等人之託 哈哈哈哈 不可能吧 公孫大夫是周上國舉戰給寡人的 他怎麼能對公孫大夫不滿呢 大王如果不相信 可全上國一問 大王 請周上國進攻來問清楚 很有必要 即使是沒有這件事 都可以消除田將軍的誤會 是 全州上國進攻 是 周上國 公孫大夫 周上國 周上國 天記說 上國對我非常不滿 因此託他進攻告我的助 絕無此事 或者是包大夫的好友 假借本相的名義 或者田記離間我們兩人 是嗎 我希望上過在大弘之前 跟我解釋清楚 好 還有 一定要逼著田記出兵 去修復邊城 孫斌還沒回國 大王不會同意的 大王已經同意了 相過只需再加把火 我們這樣做 是不是太過分了 周相過 如果田記不出兵 還會假借你的名義告我的左 一旦弄假成真 豈不是將我迫上絕路 如果這樣 對誰都沒有好處 公孫大夫放心 我一定切法要田記出兵 周相過 先後田將軍所言可是事實 田將軍你錯了 如果有間可盡 我身為上國 可以親自面見大王 又何必 偉婆媚呢 這是高大夫他們親口跟我說的 高大夫和包大夫是好朋友 包大夫被殺 他們心有怨氣 他們曾經求我進鑒 但我沒有答應 所以才來找你 或者因為他們進鑒心辭 所以才假借我的名義 這樣也在情理之中 這個高大夫 拐人一定要重重懲罰他 大王算了 高大夫他們都是為你好 現在齊國外有強敵 內有叛軍 他們害怕 害怕大王總愛王妃 誤了國事 拐人怎麼會擔誤國家呢 拐人今天下午召見田將軍來 就是命他出大軍收復邊城 大王 欲速則不達 收復邊城之事 還是等孫軍回來 作決斷為好 田將軍 難道你害怕魏國的軍隊 大王 田將軍不是害怕魏軍 孫兵累敗旁端 回來幫助攻打邊城更有把握 不過又說回頭 如果孫兵遲遲不回 我們不能助視公子教師 在邊城的叛亂 而不聞不聞掛 再說 亡命忌信不能收回 為神者如果抗拒不從 大王又有何威嚴可談呢 田將軍 上國講得有道理 你速速率領大軍 收復邊城 田將軍 你聽見沒有 田將軍 為神 違抗命令 是死罪 是死罪 准命 這個時候收復邊城 是高書玄和周忌的陰謀 將軍一走 臨知承內 他們就可以為所欲為了 皇命忌出 不可為擴 這樣也不能夠聽知任知 當然不能夠 錦先生 你有什麼計策 可以對付他們 將軍可以借口糧草未齊 屯邊城外大型 與其拖延 待孫將軍歸來 再想辦法 唯有這樣 大將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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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孫之山回來了 你為什麼現在才回來 趙皇不放我走 趙皇不放我走 想你也想死 美人計 是三十六計中的第三十一計 此計最早出自古兵法的六套 美人計的意思 是利用美女達到自己的目的 公宣語利用美人計成為齊皇更神 齊皇對她言聽計從 令田記和孫斌處於十分被動的地位 欲知孫斌等人如何對付美人計 請看下集 反下為主 在拍照 都很常見 一張 都很常見 你也有在拍照 到我